這裡有人行到 我們把他按摩 按摩看看 這個尾巴給你寄 最近還好吧 還好 39歲的案主是家中長男 大學時因壓力大精神異常 母親也有失智 邱醫師鼓勵他抬頭挺胸增加自信 你要挺胸 這要站起來 那個挺起來 他個性的內向的問題 所以造成他非常在意 然後也非常焦慮 今天就鼓勵他 一定要放下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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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一行人接著來到56歲獨居個案家中 黃先生因中風全身無力 走路經常跌倒 才剛動完髖關節手術在家休養 看到屋內簡陋的環境 秋紅姬相當不捨 臥病在床 真的是很辛苦 尤其是在脫臼的時候那種疼痛 有時候要排手術 有時候會脫好幾天 那種痛苦 你現在吃飯怎麼吃 誰幫你送來 去那個長州2.0 長州2.0 有每天嗎 祝福你了 好 OK 加油了 謝謝 雖然承擔仁醫會隊長才6年 但秋紅姬早在1996年 就加入了成立第一批的仁醫會醫師 初期在花蓮與新竹堅持疫診 歷經921地震醫療服務 到近20年的北區偏鄉疫診 秋紅姬不只在台灣 海外的菲律賓 柬埔塞 大陸 甚至約旦疫診都有它的足跡 感念上人一句話 他說對的是做就對了 那以這種精神這種觸發 因為有豐富的疫診經驗 秋紅姬2019年 擔任福倫社地區總監時 更帶著130多人前往尼泊爾 富人性 世界性 白人心一滴泊爾 GoGoGo 志工眼中的秋紅姬 溫和低調 樂於邀約有努力的志工 共同創造一個善平台 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專才 因為邱醫師在福人社 是總監的號召力 然後剛好邱醫師 在慈濟人醫會 他也是一個總召的角色 那他非常發心地 把這兩個能量結合起來 把慈濟的慈善醫療 與福人社的工藝結合 也是他投入置業的最大願望 你好 你好 你這小雅很早 他小時候我就看到他跑來跑去 我記得他有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他覺得一個人的價值 就是完全取決於 你對這個社會的回饋跟貢獻有多少 而不在於你賺多少錢 或者是你留給你的子孫什麼東西 對 那他覺得這個東西 他做的這些義工 這些回饋就是他留給我們最大的資產 因為我的那個英文名字叫Joy 所以我就希望帶給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瑞芳的幽靜山景 基隆的海港風光 因為有邱鴻基這群仁醫菩薩的守護 儘管在陰暗的角落 在病苦的個案也將不再孤單無助 在陰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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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陰暗系